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ctiveHunter怎麼用 首先您一進來之後呢 您看到它上面有三種 有沒有 打開興建古貨跟興建工程 工程原則阿翔就是專案的 我們把它稱作專案 那我們直接從這個興建工程這邊來好了 點一下 好 你點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左手邊有四種類型 其實這些資料我們在那個OneNote的任務裡面都有 都有 只是我想您就可以回去再看 我就這邊先直接跟您講 那第一個它當然就是直接用錄影的 有沒有 直接我開一個新的就開始直接錄影 第二個是您也可以 比如說您已經有做好您的簡報了 可是我希望怎麼樣 簡報的過程沒有錯 簡報同學可以自己看 可是如果您有做一些說明 是錄一些影片 那它會更清楚嘛 所以您可以把簡報放進去之後 我再搭配上我的說明也可以 好 那再來就是如果您是屬於照片類的 它也可以進來 好像PowerPoint一樣有沒有 有些老師在做一些活動成果的時候 他會用PowerPoint就直接把照片匯進來 類似的方案 那另外呢 如果你都不要也可以直接開什麼 空白的工程 也就是空白的檔案 你就自己來決定說我要 什麼時候要錄影 什麼時候要會PowerPoint 然後你就自己再來決定就好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呢 就先選最後一個空白的工程 空白工程 那第一個呢 你需要針對你的這個專案做一個名稱 做一個名稱 比如說 誒 這是 你用中文 用英文都沒關係齁 好 但是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預設儲存的位置在哪裡 在我的文件夾 在我的文件夾 所以如果老師覺得 那不是你的文件夾 對不對 那不是肯德西 怎麼辦 很多 我的文件夾 老師就不喜歡用啊 可是軟體預設紙都是在那裡嘛 所以您就稍微瀏覽一下 把它換一下 把它換一下 看您是要放在哪邊 比如說我放在桌面上好了 大家最會放桌面了齁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什麼 預設的這個大小 因為我們要做影片嘛 所以你需要選擇一下大小 但是呢 到底要選多大比較好 老師覺得要選多大比較好 我有一個測驗題 在這邊 我們先給老師看一下齁 在這個OneNote這邊 您到OneNote這邊 在任務裡面 講義打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測驗題 第一題 YouTube裡面的影片 品質裡面的這個數值 指的是什麼意思 我們常常在看這個YouTube影片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如果我把那個數字調高 等一下齁 好 我們在播放這個影片的時候 請問這裡會不會有一個數字 這是所謂的畫質 這個畫質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 數字越高品質越好嗎 可是 這個到底是代表什麼 代表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高度 還是其他 老師覺得咧 你覺得是寬度的請舉手 這個 你覺得我另有引擎的請舉手 這個 你覺得我另有引擎的請舉手 其他都沒有舉手對不對齁 其實這個也算常識題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公佈一下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是影片的高度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呢 我們現在在看這邊 你會看得出來 你看這裡 我們一般常看到的是什麼 480有沒有 720 1080有沒有 那這些呢 都是影片的高度 720x480就是我們標準的DVD 傳統的這個DVD的大小 那 1280x720就是我們講的HD 所以你會發現 欸 在YouTube上 只要超過720包含720 就後面有紅色的叫HD 有沒有 欸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麼 再高一點的 就是1920x720 所以我們稱作-2HD 你有了解齁 所以這是比較常見的什麼 影片的就是那個尺寸 影片的尺寸 那原則上呢 其實我們通常鼓勵老師 至少你現在做的 一定要是HD或Full HD 因為螢幕越來越大 你今天又還用DVD啦 或者是再小一點的 可能就看的時候 也許他以後 我們螢幕再更大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糟糕 我們前路的實在太小了 這樣你了解的齁 所以這邊我們就用這個1280x720 以這個螢幕來講應該還可以 就選擇1280x720 然後呢 欸進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換燈片 就是我們PowerPoint裡面的投影片的概念 PowerPoint投影片的概念 所以你要有幾張 你可以自己選擇 我先選擇一張 按確定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還沒有很熟悉齁 我們右手邊齁 您進來之後 右下角這裡 有一個叫做自動縮放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叫自動縮放 您可以把它按一下 您進來之後 這裡可以按一下 我們的這個 上面這個畫面 就會隨著怎麼樣 你如果視窗調整 有沒有 它就自動縮放 這樣會比較容易看 會比較容易看 就右手邊這個 這個打開 有沒有 這個打開 那我增加多幾張投影片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感 好像覺得有信心了齁 因為真的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要改變它的順序 是不是這樣 簡報的順序不是這樣用 對啊就是這樣而已 萬一真的不要按右鍵 不是有個刪除嗎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齁 那如果說您剛剛沒有設定 您的換燈片 或所謂的投影片的張數 竟然會這樣 你就直接 從這邊 增加一個空白換電片 有沒有就出來了 這樣第一個 開新專案的方法 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所以老師 您可以同步先試看看 等一下 我們就真的來錄影一下 好